這種斑塊有時候因為太久了 它形成鈣化的時候 要用放一般的支架 或者要氣球去撐都撐不開 像這樣占我們所有的病人 大概5%到6% 需要用到一種叫鑽石磨頭 利用磨頭上面有一些小碎鑽 用高轉速 先把這個硬化 鈣化很硬的那個部分先磨掉 才有可能置放支架 或者氣球擴張書 那才有辦法執行成功 接受手術的患者 都曾經接受過繞道手術 但卻再次發生冠狀動脈血管狭窄 且合併嚴重鈣化 導致心臟衰竭 對於這類型鈣化血管的病人 醫生採取的是 冠狀動脈高速鑽頭研磨術 利用鑽石磨頭 以每3分鐘15到18萬轉的高轉速 磨掉血管壁最硬的地方 打通血管之後 接著再用氣球撐開後放入支架 治療的成功率可達9成5以上 再用氣球撐開後 再用氣球撐開後 真鍊犬